好,接下来零件石 我们说这个零件石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试着从资源中心放 如果没有就算了 其实试试看 你从这个放置资源中心看看 有没有,如果没有 那你就自己画吧 对不对,零件石也不会很难画哦 来,我们来看零件石的题目 零件石的题目在这边 在我们题目页,三分之二页这边 我们说过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防漏环 材质是塑胶 对不对,它借在第一件跟第二件的中间 防止这个渗油 对不对 它尺寸50,55 厚度T1 这要困念哦 这要看得懂 厚度T1 所以你们在建模的时候 这就是纯粹画一个草图嘛 对不对 纯粹画一个草图 50,55 然后做几出一的动作 这样零件石就完成了 好 那接下来你就是要做组合 记住哦 你要开启一个 不对,你要新建一个组合档哦 那为什么做组合 因为有些东西 你可以从资源中心放置 像这些 我等一下我慢慢解密哦 解密完 这就是为什么老师一开始 叫你们要先建一个资料 资源库啊 资源库里面就会把资源中心做的这些标准零件 小零件放在这里面 如果你要的话 现在赶快抄起来 这是一个示范用的资源库的一些代码 我们用到CNS5020 更正5052 4017 ISO14581 等等 4017大概 等一下跟你讲 来,我们依据来看啊 这里是示范放置的这些 这个资源中心放置的小零件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零件 这是什么零件 这个来 看一下 对,这是什么 你还记得哦 这叫什么 这叫压缩 电片 也就是我们的第九件 CNS5052 5 冒号2 所以到时候你放置啊 从资源中心放置 有没有在这边 它是一种 你就选弹簧 电圈里面用弹簧 OK 好 再来 等一下 这个 弹簧电圈你知道做什么用吗 它内进是5 对不对 来,我们看一下题目 来 5 这里写的5是内进哦 不是外进哦 所以 内进5 中间要通过什么东西 螺钉 螺钉 一定是M5 也就是直径是5 所以你猜 它会通过哪一个螺钉 对 剑8 剑8的螺钉 所以这个会穿过这个 所以到时候你组合的时候 就会这样穿过来 这样知道啊 好 再来 所以 这一个 这里也是另外一个 弹簧电圈 对不对 弹簧电圈都是 5052 这也是一个弹簧电圈 好不好 5052 好 再来 4017 M5 这是螺钉 对不对 4017 M5螺钉 是第几件啊 第几件 第八件 对不对 第八件的六角螺钉 是M5 所以 看清楚 这几个 3 4 有没有 M5 乘上16 这四个 OK 好 它这个冒号 后面 1234 就是它的编号啦 第一个 六角螺钉 第二个 六角螺钉 第三个 第四个 这样OK 所以 我们 把 这个 这个 第八件 第九件 第十件 第十件 都 告诉你 怎么做咯 你这几个 都是 去 从资源中心 放置这边 来做 像 螺钉 你就去 结件 里面有螺酸 哦 里面有螺酸 然后找 六角头 找六角头 找这个 ISO 4017 4017 这样就可以把 这些小零件 放置完毕 放置完毕之后 你就可以来做组合了 好吧 这组合你们自己 来做 然后我剩两张 两张图 你赶快画完 你赶 我是卫生组长 好 赶快啊 你赶快打扫 哦 所以你们这个组合图 大概是这样 这个就交给你自己 要做了 啊 组合完 记得 你们摆放的时候 要按照题目的要求 题目有说 对不对 题目 我再重新复习一次啊 它要这么放 也就是你左侧 前 俯视 要这么放 因为我们题目有要求 如果忘记 请你看你们前面的题目页 我来 我叫电子档给你看 有没有 左侧视图 前视图 俯视图 记住哦 比例是一比一哦 你的画质 立体组合图 要这么画 然后你们做完这个 立体的组合图 对不对 一比一 那题目下一个 就是要你绘制正投影组合图 A3 一比一 有没有 这个就自己放了哦 哦 放的时候要小心 哦 他要求你要放左侧视图 俯视图 对不对 还有前视图 哦 那这里这个零件表 放的时候 这个之前讲好几次了 数字小的在下面 由下往上边 好吧 哦 这个应该就交给各位了 哦 标尺寸 标这些键号 啊 这样OK啊 这个你们这个就 多做看看啦 啊 这样我们就大概把 我们今天哦 用一天的时间 把我们的 二滴 一 一部分的最后一道题 九九零二一零 啊 转指示 机油泵 啊 全部介绍完了哦 哦 包含这个概说 还有相关尺寸都揭露给你 你自己要 做了哈 其他这个师父引进门 修行在 修行在 个人 好吧 那 你要小心哦 像这个 建一跟建二哈 组合的相对位置 要放对哦 哈 如果你组合错误哈 会让整个机构的功能 丧失哦 好 这个要小心 你不要转个 九十度 还怎么样的 哦 那再来就是 老师有录这个步骤 或怎么样 你自己哈 可以快转复习 因为 可能考试前一天 你根本没有时间重新化 那你就快转 用听的 大概是这样 可以帮助你快速复习 蹦这个东西 机油蹦 好 就是帮扑 哦 每个人 这个 心脏就是一个帮扑 好吧 你要自己 在这个 做好 学好 来到这个 世界上 你才有那个意义啊 好吧 希望好好学习 这个 上帝祝福你啊 OK 再来就是哈 这个有相关的 仕途剖面 这个你 这个都是题目 要求 题目的要求 这里有相关的 仕途要剖 那这种剖 这个就是 提供参考答案给你看 那为什么是这样剖 或怎么样 这个就要牵扯到我们的机械制图 这个老师上学期都有录 自己要去参照 为什么要这样剖 好吧 好吧 好 大概就是这样 为什么这里要剖 这里有细时线 这个都已经不想赘述了 这都是细时线 这里有省略的一个标志符号 好吧 这是参照 这是给你参考 好 欢迎你去 有不同的做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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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